虽然距离12代酷瑞的正式发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在此之前不少用户已经拿到了实物 并偷偷地进行了测试 而根据测试结果来看 打印AMD同等的Zen 3处理器已经是不在话下 甚至还有望出现越级挑战的可能 但最近关于12代酷瑞的守门员i5-12400也是迎来了首次曝光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在每一代新优出来之前 网络上关于其性能的曝光就会层出不穷 虽然仅仅是以数据偷跑的形式展现 但与正式版的差距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而这一点对于英特尔自身而言早就是见怪不怪了 毕竟还能当作是变相的宣传 而根据以往的传统来看 除了像旗舰7的i9、刺激舰的i7以及主流的i5等 都会作为12代酷瑞的首批产品进行公布 至于他们的详细规格和实际性能等 超级客也在以往的视频中进行了讲解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头查看 但对于广大的主流玩家而言 i9、12900K、i7、12700K这类高功耗、高性能的CPU自然是看不上的 相比之下面向于低功耗、中性能的型号 才是大部分玩家的选择 而这就是i512400的立足之地 这里来看i512400与12代酷瑞中的其他产品一样 仍然会由英特尔7也就是10nm Superfine工艺打造 但不同的是其仅会由性能和Golden Code构成 不则采用Biglator混合架扣以及大小核设计 最终规格为6核12线程 其中全核锐频为4.07Hz 单核锐频为4.4GHz L1及指令缓存为32KB乘6 L1及数据缓存为48KB乘6 L2及缓存为1.25M乘6 TDP功耗为65W 但让人惊喜的是 相比11代酷瑞i5-11400 以及10代酷瑞i5-10400来说 i5-12400的L3G缓存 直接是从12M提升到了18M 而增加了6M缓存 也就意味着i5-12400的游戏性能将会有较大提升 至于实际的性能方面 从目前CPU-Z所展示的数据来看 i5-12400的单线程得分为681.7分 多线程得分为4983.8分 多线程能力已经强于了8核16线程的2700X 但在Cinebench R20的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到 i5-12400的单线程得分已经来到了659分 强于了目前所有的AMD Zin3处理器 同时多线程得分也有4784分 相比i5-5600X也是略胜一筹 而在功耗和稳定性方面 根据i1代64的数据显示 在进行以上测试时 i5-12400的封装功耗仅为78.5W 温度仅为60度 远比旗舰的i9表现要好 看来只是单纯玩游戏的话 i5-12400这款优将会是12代库瑞中的绝杀 而唯一期待的就是 英特尔是否能给出一个良心的价格了 但按照11代库瑞的定价来看 i5-11400 i5-11400F的盒装价格 分别是人民币1699元和1499元 那如果12代库瑞 i5-12400也保持这样的价位 那么其的性价比将会非常之高 至于正式版的CPU究竟如何呢 请敬请期待10月28日的英特尔发布会吧 届时超级客也会进行同步转播 所以请大家持续保持关注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引擎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